我们倒过来说 我们不动态清零 按照中国人口的密度 按照我们人口的结构 如果有几亿人在感染 几十万 几百万人死亡 我们能不能承受 几十万 几百万人的重症患者 死亡的患者 你想那个重症有多少 医疗资源能够承受吗 有个增大那时候 我们想发展经济 我们想搞这个社会的交流 会是什么样子的 每个人提心吊胆 每个人都用心忡忡 会不会被感染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 自己的路自己走